多乐故事 保护花朵 上集 田田和西西 还有他们的狗狗豆豆来到花园里玩 花园里开满了漂亮的鲜花 就在这时候 田田看见一朵漂亮的小花 被人采摘了 这时候过来了一个阿姨 又摘走了一朵漂亮的小花 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小花摘下来呢 花很漂亮 可是他们的行为不漂亮 哦不 是不文明 弟弟 豆豆 走 我们回家去告诉妈妈 嗯 走 姐姐 我们带着豆豆回家 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 说着 他们便往回家的路走去 妈妈正在客厅里擦桌子 这时候 这时候西西 田田 还有豆豆 来到了妈妈的身边 妈妈 小区花园里的花 被 被人摘走了 啊 被人摘掉了 这可不好 西西西 西西 田田 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妈妈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我想到了 讲道理 教育他们 说着 西西和田田 还有豆豆 又来到了花园里 准备要教育一些摘花的人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位老奶奶 看到了漂亮的小花 也摘了一朵 老奶奶自言自语地说 这花开得真好啊 比碗还大 这时候 西西上前阻止老奶奶的行为 奶奶 这花不能摘 是啊奶奶 这花不能摘 怎么就不能摘啊 这花这么多 摘一朵又没事 我说不能摘 就是不能摘 一群无聊的小孩 真是的 管得真宽 说着 老奶奶拿着摘的鲜花 离开了小花园 这时候 雅境妈妈走了过来 田田 别难过了 摘花的人 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有什么不对 首先 要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不能摘花 可是妈妈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呢 哦 我想到了 田田让爷爷立了一块警示牌 上面写着 花儿可爱 需要大家爱 花园里到处都是漂亮的鲜花 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蝴蝶 这时候 一位老爷爷路过 又摘了一朵鲜花 根本没有看到旁边的告示牌 而且还把那块告示牌 扔到了一边 不停 观看 喜不得 明镜里 说明镜里 镜里 之后 观看